欢迎大家来到冲电大课堂 很高兴今天可以来到这里 跟大家分享我们的风胸美胸的课堂 我也是两个宝宝的妈妈 自从怀孕还有二胎之后 我也会发现我们的哺乳期之后 会有胸部下垂或者一些干瘪的情况 所以自从五年前我就开始研究 如何去用运动的方式 让我们的胸部更加饱满 丰满还有挺拔 然后在这十四节课里面 第一节课我们主要就是让大家去认知 胸部的一个状况 第二节课我们针对一些驼背寒腰 或者很多时候平胸 是因为我们形态的不良好的一些同学 帮助他去纠正形态 所以我们第二节课就会教到大家 如何去调整我们的背部的曲线 第三节课调整完我们背曲以后 我们就会调整我们的胸曲 从第四节课以后 我们会有大概五节课的一个胸部的一些调整 还有胸部的二次发育的一些课程 除了这些课以外 我们也会针对不同的人群 会有不同的针对性的一些锻炼 还有呢 现在也是夏天了是不是 我们也会有额外多一些的一些福利课 这节福利课呢 就会教到大家 如何在夏天里面快速的减肥的同时 不会有胸部缩水 或者胸部变小的一些知识点和一些内容 大家是不是很期待我们接下来的课程呢 所以今天第一节课里面呢 我们就会给大家去教授我们胸部的不同的胸形 首先让大家看的第一个胸形 就是我们的圆形 也叫我们的圆椎形的胸形 然后这个胸部也有一个名字叫做水滴形 是所有女性所梦寐以求的一个胸形 因为这个胸形它是很饱满很圆润的 可是我相信拥有这个胸形的圆润胸形的人 可能会比较少 现在我们去了解的下一个胸形 就是很多女性会出现的一些不良胸形 比如说我们现在所说的扩散型 或者倾斜型胸形 你会发现扩散型的胸形里面呢 它的乳头呢是向两边倾斜扩散的 形成一个外八字的一个形态 然后还有倾斜型也是相似于我们的扩散型 它的一个乳帆也是就是向外去扩张的 一般这些扩散型和倾斜型呢 都是因为日常的一些习惯不好所导致的 比如说一些哺乳的一些习惯呀 或者平时选择纹胸的一个不正确 都会造成这个扩散型和倾斜型的一个乳房 好第三个我会说到的就是我们的不对称型乳房 不对称型的一个形态也是有可能 也是因为你平时的一些哺乳的习惯 或者天生的一些原因 或者后期的一些不良习惯 还有照被选择不正确所导致的 然后第四个胸形我想给大家解释的 就是一个修长型或者下垂型的胸形 一般在中国大部分的女性都是修长型和下垂型的胸形 大家看到我们第二个图片 你会发现其实下垂型也会有不同程度的下垂 越往后面发现自己的一个胸部下垂情况越严重的妈妈 你越需要花更加多的时间 在我们课程的一个锻炼和手法的辅助里面 我相信经过我们的手法还有锻炼以后 你的胸部下垂的情况可以从最严重的慢慢慢慢 会纠正到原来它所需要呈现的一个完美的状况 然后还有一个胸形呢 也是我们胸部比较小的一些女性所关注的 就是圆盘形 一般胸部造杯比较小的一些女性 她的一个胸部形态都是这样子的一个圆盘形 因为在圆盘形的一个胸部情况里面呢 其实很多女性你会发现她选择造杯 选择纹胸的时候会比较困难 因为她的胸形的一些脂肪含量是比较少的 所以呢在这个圆盘形的情况下的一些女性 更加需要锻炼我们的胸部 让我们的胸部更加饱满 更加好的造成二次的发育 所以在我们了解完我们胸部的形态之后呢 我们可以面对着静止脱下我们的衣服和胸罩之后 可以用我们的双手轻轻地按压一下我们两侧的乳房 如果我们两侧的乳房按压了之后 会发现它好像一个充满了气的气球一样 很有弹性的话 就代表你的一个胸部是弹性十足的 可是如果你发现你的手感 好像一个被犯了气的一样的一个气球一样的感觉 就是代表你的一个胸部是处于一个干瘪的情况 在按摩我们胸部知道了我们胸部的一个弹性之后 大家也可以更加深入地去按压我们的胸部的乳线 因为你会发现有一些女性我们胸部乳线里面会有硬块 这个硬块是我们乳线真身的一个前兆 在中国有70%的女性会出现乳线真身的问题 很多有乳线真身问题的一些女性呢 很多时候会在月经之前或者来月经的时候 会有乳房的胀痛的感觉 这些往往是因为我们生活压力过大 或者一些生活习惯的一些不良所造成的一些现象 可是如果不注意的话呢 以后会造成一些严重的一些胸部的健康问题 比如说一些乳线癌 或者一些乳线的一些严重性的一些问题 都会因为这些乳线真身所产生 所以很多女性你会发现平时一些男性 去到健身房锻炼的一些男性 他们尤其是一些健身教练 他们的胸部会很饱满很丰满 他们锻炼的也就是胸大肌和胸小肌 所以呢其实女性来说 我们平时只是缺乏了这个胸大肌和胸小肌的锻炼 胸大肌就是我们胸部的浅层肌肉 胸小肌就是我们胸部的深层肌肉 一般我们龙胸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整形医院 都会有龙胸 龙胸甲体的一个选择给到小丰胸的女性 一般我们的甲体都是放在我们的胸大肌和胸小肌之间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锻炼了我们的胸大肌和胸小肌之后 我们的胸部会更好地呈现一个更完美 更饱满的形态 所以呢我们下面的课程就是可以更好地去帮助大家 去锻炼我们这两个胸大肌和胸小肌的一个肌肉 穿内衣呢很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千万不可以穿着一些纹胸进行睡觉 晚上呢是我们女性或者人类最需要放松的时候 所以呢我们晚上都是不可以穿我们的内衣 尤其是肝圈的内衣 除了晚上以外呢白天我也建议所有女性 不要过多地去购买一些有肝圈的一些内衣 因为有肝圈的内衣呢有时候如果是太紧的话呢 会让我们的一些血液循环就是会受阻 所以呢我们建议很多女性呢 去选择的一些纹胸质地是比较柔软的纯棉的 可是也是有支撑能力的 最好是不带肝圈的 比如说我们平时所说的一些青木瓜呀 一些我们比如平时说的一些 雌性青树的一些豆浆呀 或者一些猪蹄呀 海参呀 花椒这些类似于这些富含 我们的一些胶质的含量的一些食物 都是有助于我们胸部更好的去发育的 其实无论是乳腺真生还是我们平时日常生活 对于我们健康也好 其实我们平时都是要借高盐 啊比如说高脂肪 高糖 还有一些油炸的一些食物 除此以外呢 其实我们胸部的一个状况 跟我们女性的一个心情是很很连接的 因为你会发现往往很多比较抑郁的女性 平时上班比较大压力的女性 或者晚上睡觉比较晚的女性 这些女性都是乳腺真生或者乳腺癌的高发群体 所以呢我建议女性们呢 都是要更好的去保持一个愉快 愉悦和轻松的心情 毕竟你开心了你才会健康 所以在这里希望天下的所有女性都可以快快乐乐的 看开很多的一些问题 让我们心情保持一个最好的状态 是对自己最负责任的一个生活状态 我在这里推荐一个很有用的一个汤 就叫一个青木瓜猪肉或青木瓜一个猪虎汤 因为青木瓜呢是富含我们丰胸所需要的一些纤维素 所以呢我们可以就是经常青木瓜煲一些猪骨之类的这些汤 然后猪骨你也可以变换成一些猪蹄啊 或者一些海参啊等等的一些食物都可以 我在饿胎以后 然后呢会尝试了很多的一些精油丰胸啊 然后呢那个时候很单纯的就觉得啊 就抹一下可能就会大了 可是呢那个时候呢也会发现就是涂抹筋柔对没错 他会有一些脏脏的感觉 可是跟我一起抹的一个朋友呢 他抹了大概是半年左右 然后他会每一年都会去做体检 然后那个时候呢他会发现他胸部会有纤维钮 然后医生也跟他说有可能是因为他涂抹一些风胸筋柔 风胸筋柔里面基数过多所造成的一些纤维钮 所以那个时候呢刚刚好我那个时候只涂了就是一个月左右 那个时候我就停了 然后就开始不要依赖那些风胸筋柔 然后完全是进入一些一些研究如何去用一些锻炼的方法 让我们胸部更加饱满 很多女性的一个误区就是她在哺乳期 她完全就不在意她的胸部 所以呢其实最正确的一个方法是 厂后的哺乳期里面也需要去关注她的乳房的健康 乳房的形状 还有乳房的一个锻炼 让她的乳房在哺乳期的时候增加她的弹性 而且再加上她的一些哺乳期的一些日常生活习惯的注意呢 可以更好的让她乳房预防下垂的情况 然后这些知识呢在后面也有一节课 针对厂后哺乳期的妈妈也会有一个针对性的一节课 教到大家在哺乳期的时候 应该如何去进行关注和锻炼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学生也是我的一个孕产 孕产课程的学生 然后呢他呢在25岁的时候他是B 他还给了我的照片 那给了他们的照片给我看 然后呢他就是学了我们的一些手法 就是因为我们的手法里面其实很多有一些是通乳师 他们会学的一些手法 配合手法加锻炼 它是每天15分钟 每天15分钟连续了半年 连续了半年 你猜一下它的一个罩杯是升到 不什么罩杯 看到吗 他是从B上涨到E 对然后他的一个文胸也会比较难买 所以那些呢是比较夸张一点的 所以大家不需要说连续六个月这么久 因为他是比较有恒星的 每个人的恒星不一样嘛 可是如果你想你的一个效果更加凸显的话 我也建议大家可以更有恒星的去锻炼 也可以好像那些学生一样 比如说我刚刚所说的那一个 那一个例子 只需要半年的时间 每天15分钟 嗯 嗯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